士兵好像踩到了什么 但他丝毫没有察觉 可突然 大兵见状 迅速地上前救援 不料刚一迈出 脚底下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 一股恐惧感瞬间涌入大脑 大兵惊恐地站在原地 回过神来 只见同伴的双腿被硬生打断 于是他调整心态 只会队友拿出携带的指通 要给自己紧紧出 可这个情况 如果浪费了太多时间 就会因流血过多而死 因此他想堵这个地雷不会引爆 但是同伴看出了大兵的情绪 不迟疑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看到这一幕 大兵绝望了 可脚下的威胁让他不敢挪动半步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缓过神来 他要想办法摆脱这副困境 于是大兵俯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蹲在沙地上 随后掏出匕首 慢慢地从沙面插入 可匕首传来的金属触感 让他确定了脚下就是地雷 现在只有靠自己活下去 他解下鞋带 将其和随身鞋带的斧子捆绑在一起 紧接卸下枪上的背带 增加绳索的长度 随后站起身来 把制作好的勾索 抛向队友的无线电背包 不料这是失去平衡 差一点就命丧于此 好在 有劲无险地勾住 他缓缓地拉到自己脚下 迅速地拿起无线电与总部联系 可电话那头传来 正有一波沙尘暴起来 总部人员难以在现在感到 话音刚落 无线电的电量也恰巧耗尽 而更糟糕的是 电话中的沙尘暴 正如同浪潮般向他靠近 看着手中的纸条被风吹走 士兵知道 沙尘暴已经来了 可他非但没有选择逃跑 反而跪在原地拿出围巾 紧紧地包裹住口笔 随后拿起步枪作为支撑插入沙底 保险起见 再把匕首也插进沙中 牢牢地将身子固定在地面 离起这个沙尘暴 脚下的东西更让他害怕 即便沙力宛如子弹在脸颊划过 士兵依旧不为所动 因为稍有不慎 脚下的地雷就会瞬间引爆 好在灾难没有持续太久 硬是让他扛了过去 随后他低头一看 发现 刚刚的沙尘暴将队友吹到自己身边 见状 士兵连忙在队友身上找出电池 沙尘暴已经过去 现在只要联系上总部自己就能获救 可这时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本在身上的无线电话 早被刚刚的沙尘暴吹飞数米 但脚下的地雷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一时间 士兵对此毫无办法 他只能用大笑来释放心中的无奈 不知过了多久 他早已唇干舌燥 可再想不及时发现 物资早已用完 在这80度的高温下 不能及时补充水分的话 根本熬不到总部的人员到来 他举起手枪 对着天空连开树发来 宣泄自己的情绪 但这除了浪费了几颗子弹以外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他要等到救援部队到来 还需要43个小时 士兵盯着这只蝎子 想要直接吃掉 但看着摇摆的尾刺 始终不敢下嘴 随后拿起尿袋 猛地缩了一口 就算味道非常恶心 没有办法 因为脚下的地雷 士兵蹲在原地整整28小时了 都已逐渐感觉不到脚板的存在 于是他掏出小刀 将脚上的鞋子用力割开 撕烂袜子 果不其然 脚掌早因血液不同而肿胀 再这么下去 这只脚怕是很难保住 但是松开就会一命呜呼 更要命的是 不知何处的一发冷枪 瞬间射穿了士兵的腹部 回过神来 周边已经布满敌军 明明都已经扛了那么久 天天这时被敌人发现 难道他就要这么牺牲了吗 危急关头 士兵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想 他举起手枪 对着前方的沙地疯狂扣动扳机 好在让他蒙中了 引爆的地雷形成一堵沙墙 让他短暂地消失在敌军视线 随后抄起地上的大局 迅速瞄准远处的敌人 不一会儿就将敌军悉数剿灭 与此同时 救援部队的车在士兵眼前驶过 可他在这漫天沙漠里 就如同沙力般渺小 为了能够让自己被发现 他望向地上的信号棒 可明明就在眼前 却怎么也触碰不到 看着渐行渐远的救援车 万念俱灰的士兵做了一个决定 他缓缓地松开脚板 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发现本带引爆的地雷 竟毫无动静 他吓到摊坐在地上 但回过神来 他想上前查看 究竟是因为什么 让自己侥幸逃脱 可士兵万万不会想到 等他拨开沙土 竟只是一个陈年铁盒 而打开罐子 里面只是一个 被存放多年的士兵 就好像自己一样 被困在原地几十个小时 他既庆幸又无奈 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 也无奈自己的胆小懦弱